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文当中二节和十五节开手都是以片语去全阳作首尾呼应 一节到三节原文直约是这样的 第一节 在《创世纪一章四节》这样说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这个好字包含了美善的意思 即是创世纪二章九节分别善恶树的善字的原文 一节所说这是好的的意思 不单止是世人认为好的事 更加是上帝汉为美善的事 耶和华这个字原文意思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至十七节》描写 神亲自解释摩西的疑惑 宣告祂是自有永有 祂是永存的神 同时又是现在的神 祂固然是一切的源头 但亦都是时刻眷顾人的那位 《至高者》原文根据生命的二十六章十九节 和诗篇八十二篇六节的理解 是指向那位超越地上天上一切权柄的绝对主权的神 九十二篇一开始就强调 什么是被上帝汉为好的美善的 就是清謝、歌颂、传扬 祂慈爱和信实的作为 这些作为都归在祂的名下 祂名为耶和华 亦都是至高者 之后四节到十五节的整个大段落 是私人的感恩重赚 四节到五节 私人指出耶和华伟大的作为和奥妙的计划 令祂满心欢恩感谢 禁不住发出赞叹的声音 祂的作为和计划 反映在六至到十五节 祂对人类的消灭和高举之中 就是神的审判和救赎 面对神的工作和计划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回应 六至到八节指出一种是畜类人 和愚患人的回应 畜类人原文有畜类愚蠢的意思 新日本译为没有理性的人 而愚患人就是愚蠢的人 使人指出 这些不明白神作为的恶人 即使能力迅速壮大 名誉、地位、权力不断上升 加增 但是对比超越一切 永存的耶和华 他们都好像野地的草一样 夏天的热气一来 就马上枯干 面对至高主的公义和权能 恶人必定受审灭亡 九节到十四节 继续延伸这个消灭和高举的主题 九节原文是由三行诗组成的 因为耶和说 看啊 你的仇敌必然 看啊 你的仇敌必然灭亡 所有作业的 必然被分散 而十至到十一节 诗人指出 相对于神对作业的人的审判 他必定高举敬虔人的角 角 这个异象 很可能是由于高游 是从角倒出的 野猴的角 似乎是象征力量 被高者 象征着得着神的赐福 加力和庇护 而人不单止被高举 受庇护 而且 还见证着攻击他的恶人被消灭 十二至到十四节 进一步比喻二人 就好像象征力量 长寿 长寿 愿望的中树 和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 在神的殿里面 发黄生长 神和二人亲密同在 因为他的眷顾和赐福 二人到老 仍果实累累 活力常在 去到十五节总结的部分 好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盆石 在他毫无不易 甚至 巨手的原文 好显明 和二节巨手 去全阳 是同一个片语 首尾呼应了 全篇 去全阳的主题 使人用赞美和感谢 来全阳耶和华大能的作为 而他对恶人的消灭 和对二人的高举 正反映出 他正直的属性 使人赞叹 耶和华是 自己生命的稳固盆石 因为在他里面 没有不公义 上帝汉为好的 美善的 不单只是 敬拜群体 清借歌颂 传扬他慈爱 和信实的作为 就是 上帝必然审判恶人 拯救 眷顾跟随他的人的计划 上帝汉为好的 美善的 更加是 敬拜群体 紧靠这个美善的源头 从他里面支取力量 去胜过敌党上帝的 黑暗世界 以致能结果累累 到老形不偏离 我们这帮 跟随上帝的人 就是周而复此 这样经历他的慈爱和信实 称借歌颂 传扬他的审判和拯救 以一生行出他的美善 由诗篇 九十篇到九十二篇的信息 让敬拜群体知道 这条敬拜的路 是充满艰难 压迫 并且变幻无常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怀着信心 必定能够跨过 私人就是这样经历 和认信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你是公义审判的主 亦都是慈爱 拯救我们的主 求你叫我们 认清你的信实 不变的旨意 加添我们的信心 爱心 勇气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以生命 清借 歌颂 传扬你审判 和拯救的大力 当我们软弱无力 甚至跌倒的时候 求你透过这三首诗篇 激励我们 提醒我们 你的属性 和你的信实 叫我们继续靠着 你的恩典和大能 活出你的美善 叫教会 得以在这个乱世当中 成为灯台 见证你的荣美 求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那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